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1月9号2024年 你喜欢有人跟你说话吗? 今天我们要来默想一下 神是如何向我们说话的 灵修的范围是在希伯来书一章二节 经文这里说到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理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神是一位主动向我们说话的神 当人的心中有疑惑的时候 甚至还没有开口问的时候 神早已透过他的先知向我们说话 圣经中的旧约记载了许多先知的预言 到了新约就由主耶稣自己向世人说话 希伯来书作者用了比较的修辞法来描述 在古时的时候先知有独特的身份 可以替神传讲信息 到了末世的时候 神先前透过先知所传讲的信息 都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去完成 由此就可以比较出耶稣比先知更独特的一个身份 我们可以感受到 神在古时和末世与人的沟通方法有变化 从间接的沟通变化成了直接的沟通 因着耶稣 我们不用在敬拜的会幕里 隔着曼子来亲近神 因着耶稣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在祷告里 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亲近神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世代 因为我们可以有祷告的权柄 直接透过圣灵向神祷告 我们应当珍惜 能够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能亲近神的幸福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向你倾诉 我们赞美主耶稣 是创造世界和时代的救主 主耶稣承受万有 也承担我们的过犯 这是一份恩典 也是一份礼物 今天让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 珍惜神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